清晨警方接到工人大叔的报案 五渡绿藤式的剧目场内 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 警方立即赶到并封锁了现场 由于刚下过一场大雨 现场的痕迹早已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无疑增加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无奈之下 法医只好先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法医室内 法医王明山初步尸检发现 死者浑身苍白 颈部还有一道立即伤痕 应该是被割破颈动脉后放弃而死的 死亡时间在两天前 从死者博警处凭整的伤痕来看 凶手似乎十分精通刀剧 搞不好是个医生或者厨师 另外死者死后还遭受了侵犯 王明山在死者的指缝中发现了皮屑组织 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检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死者的舌头不见了 这凶手未免也太变态了吧 当晚警员们在讨论案情时发现 案发现场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 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查清楚死者试水 据王明山所说 他发现死者右手食指的第二关节处 有许多老茧 而且他在死者的头发中 还检测到了许多香精成分 死者生前好像曾用过许多品类的洗发水 此外 他还发现死者的指甲里 还有大量超标的化学物质 那些化学物质 一般出现在染发产品里居多 由此可见 死者很可能是个发廊里的理发师 有了这一线索 刑警队长雷队带着新来的刑侦专家李木晴 立马在发廊街逐一进行排查 雷队选择了一家发廊 边体验洗头服务 边拿出死者照片 向几个洗头小妹打听情况 可当他们看到死者的照片后 却全被当场吓跑了 就在这时 布莲后的小男孩 沿起了两人的注意 雷队掀开布莲查看时 竟在架子上 见到了死者的照片 看来他们找对了 随后 两人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来到了死者家 据了解 死者名叫张灵灵 小男孩是他的儿子皮皮 张灵灵生前社会关系复杂 曾有许多相好 因此并没人知道 皮皮的父亲是谁 难不成张灵灵死于情杀吗 箱子里的麻将堆 那可是打听八卦的好地方 雷队搬来一旁的小板凳 直接坐在了眼镜男的身边 看着雷队那一脸的好奇样 眼镜男称 张灵灵在他们这条巷子 可是名人 白天守在发廊做生意 晚上就会跟着 不同的男人私混 张灵灵平时很少管孩子 皮皮大多是 跟着姥姥一起生活 虽说张灵灵的身边 有许多男人 却只有开花店的老温 对她情有赌注 这么多年 一直都陪在张灵灵身边 得知这一情况 雷队立即到花店 找到了老温 并将她带回了警局问话 但是经过询问发现 老温压根没有作案时间 警方便放了老温 此时的雷队身心俱疲 案件自从发生到现在 没有丝毫进展 家里妻子 嫌弃她工作太忙 不顾家 也在前几天提出了离婚 虽说她被妻子 要求净身出户 但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 雷队怎能一下子割舍掉 于是她每晚都会 把车停在楼下 默默地看着家的方向 累了她便睡在车里 虽然抓捕凶手 是她警察的职责 但守护好自己的小家 也是她身为丈夫 应该做的 在这个铁血硬汉的心里 她希望自己 能生活工作两不误 隔天 李慕晴再次来到了剧幕场 她听到一旁的 工人闲聊时称 在张玲玲遇害前的一周 还有个名叫 朱晓晓的女人遇害 此后尸体 甚至被冻成冰雕 摆在了歌剧院的舞台中央 如今张玲玲也遇害了 舌头还被凶手拔掉 民间曾有传闻 对于滥娇 适夫 虐童 贪婪 这四种坏女人 老天会有四种惩罚 分别是拔舌头 动冰块 劫腿和砍手 朱晓晓逼死丈夫 所以她被冻成了冰雕 水性洋化的女人 会被拔掉舌头 张玲玲刚好符合这一点 听到这儿 李慕晴似乎有了一点办案思路 由于她刚被调来绿藤市 对朱晓晓的案子并不熟 她决定先从第一起 朱晓晓的案子查起 于是她立即开车 来到了歌剧院 据灯光师父所说 一楼前 朱晓晓穿着红裙 抬着戴着白手套的手 站在舞台中央一动不动 漫天还飞舞着 人工制造的雪花 那个场景十分唯美 她当时远远地看着 还以为朱晓晓在表演呢 随之后来并慢慢融化 她才发现 那是朱晓晓的尸体 听到这儿 李慕晴站到了台上 并模仿朱晓晓的死状 摆了相同的姿势 她顺着手抬起来的方向 慢慢找过去 竟在凳子下 找到了一张 刻着双头鸟图案的卡片 这张卡片会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寻求答案 李慕晴在雕刻厂 找到了她的好友老郑 在雕刻方面 老郑可是个行家 看着李慕晴递来的 那张双头鸟卡片 老郑这个行家 一时间也被难住了 称需要查阅资料后 才能得知 两个红裙女人接连遇害 一个被拔了舌头 一个被冻成冰雕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两件案子 似乎是同一人所为 李慕晴从雕刻厂出来后 随即命人找来了剧幕厂 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 经过警员们夜以忌日地查看 终于发现在案发当晚 有个乞丐出现在了现场 雷队见状立即得知 郊区废旧的仓库里 就住着一群乞丐 他立马驱车来到了那个仓库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满屋的女士内衣 就在这时 雷队看见窗口的乞丐 非常眼熟 他立即追了上去 经过一番追逐 雷队最终制服乞丐 带回了警局 还将仓库里发现的 内衣也带了回来 法医王明山 立刻提取了乞丐的DNA 并连同内衣 一解带回实验室做检测 很快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内衣确定是张灵灵的 并且他体内的经验 是乞丐留下的 眼看案子成功告破 雷队几人便兴奋地 到KTV嗨了起来 然而李木晴却并不认同 乞丐怎么会熟练地用刀呢 他再次查看了那些监控录像 却发现了一张 画着动物图案的脸 李木晴立马到KTV 找到了雷队他们 刚进门 他就关掉了所有音乐 因此他认为 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说完就潇洒地转身离开 回了警局 他在法医室 找到了王明山 希望能够二次做实检 这次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王明山称 死者的内裤外也有经盘 但是和乞丐的DNA不符 由此可见 凶手并不是乞丐 他冲击量 应该只是兼尸了而已 雷队也觉得是有蹊跷 就再次认真梳理了案情 他发现张玲玲和朱小小的名字 都是ABB格式 并且根据法医 在死者的内裤外 检测到了精班这点来看 凶手应该是性无能 死者很可能是嘲笑的他这一点 因此凶手就有了 惩戒世人的想法 可他为什么选择 杀害名字为ABB格式的女性呢 转眼间 就到了张玲玲头七的日子 雷队来到张玲玲家 安慰他的母亲 此时的老人家 脸上早已没了表情 也许这才是罪无声的痛吧 突然 一个拿着白菊花 等脸的男人走了进来 当他把花放下之后 雷队才发现 来的人是老温 看来那众多男人当中 只有老温最深情啊 这时 皮皮拿出一个瓶盖 递给雷队 雷队一看 上面竟画着一只鸽子 当晚 几人聚在一起 讨论案情时发现 周小小死的时候 穿着红裙 而且在乞丐 偷走张玲玲的衣服中 李木琴发现 也有一条红裙和白手套这些 凶手刻意将两人 打扮成了同一人 李木琴认为 凶手似乎并不是 为了承接世人 而是要惩罚一个人 并且还是个女人 法医王明山城 两个死者的内裤上的经番 都是流淌性 而并非喷剑性 并且他们的体内 都没有凶手的经验 这样看来 凶手是性无能的 可能性很大 就在这时 女警拿来了一份快递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也是 双头鸟的图案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每当有死者 他身边就会出现 双头鸟的图案 果然不出所料 警方再次接到了报案 莫合舞厅 发现一具红群女士 舞厅老板称 死者名叫李京 是他们这里的常客 不过口碑却不好 经常虐待孩子 刚才舞台上 一群大姨大妈正跳舞呢 竟发现李京举着手 站在舞池中央 就立马报了警 法医初步尸检发现 李京的脖颈处 也有一道平整的刀扣 双腿均未砍掉 刚好符合坏女人的 第三项惩罚 而且与张灵的死亡间隔 也是七天 这时的雷队 啪啪打脸 因为他曾认为凶手 专挑名字为 ABB格式的女性下手 可李京却并不符合 这一特点 当晚 李木晴开车回家时 突然想到 凶手将死者 全都打扮成了 女歌手的模样 案发地点 分别是剧幕场 歌剧院和舞厅 而且这三个死者 都是单亲母亲 难不成凶手 也在单亲家庭 并且母亲是个女歌手 她想惩罚的 会是自己的母亲吗 有了这个想法后 李木晴立即 给警员打去电话 并询问剧幕场 三十年前是干什么的 而他则再次来到 老郑的雕刻厂 询问有关 双头鸟的信息 据老郑所说 这种双头鸟 其实是一种共命鸟 传闻有一天 左鸟吃了一种果子后 嘴里残留着情香味 被幼鸟闻到 幼鸟便认为 左鸟不道德地 吃了毒食 于是幼鸟 就产生了报复心理 他趁左鸟睡觉时 偷吃了一种毒草 最终两只鸟 一起丢了性命 李木晴听后猜测 凶手似乎是在暗示 他有双重人格 一面作恶 一面向善 那他杀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想着想着 李木晴就在雕刻厂睡着了 隔天清晨 李木晴被电话铃声吵醒 从电话中他了解到 剧幕场原先 也是一个老剧场 尸体所在的位置 都是曾经的演艺场所 死者遇害的地方 果然都和歌手有关 这一点李木晴猜对了 他马不停蹄地 来到警局的档案室 希望能够找到30年前 单身并带着个孩子的女歌手 可是警员们查找过后发现 当年单身并带个孩子的女歌手 有好多呢 究竟会是谁呢 五都接连发生命案 三名女性死者 均被处以急醒 警方调查发现 凶手似乎是想惩罚他的母亲 这时雷队突然想到 皮皮那可画着鸽子图案的瓶盖 据说那是经常带着 去动物园的叔叔送的 那个叔叔会是谁呢 为了得知这一点 雷队和女警便带着皮皮逛了动物园 几乎他们询问皮皮叔叔是谁时 胆小的皮皮并没有张口 他们想着陪皮皮一起疯玩 也许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两人便带着皮皮 玩遍了动物园的整个游乐场 期间雷队还穿起了老虎玩偶服 并带着皮皮 一起观看了大老虎的表演 这番操作顿时让皮皮喜欢上了雷队 眼看时机成熟 雷队便带着皮皮来到了鸽子园 皮皮刚见到鸽子就举着胳膊 看来凶手很可能性眼 雷队立即回到警局 并让他们查找孩子性眼的女歌手答案 缩小范围后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叫尹慧娟的女歌手 据了解 尹慧娟曾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手 追她的人多如繁星 后来她嫁人后生下了隐建国 不过根据邻居举报 尹慧娟的丈夫是被她给活活气死的 不仅如此 尹慧娟在丈夫投妻时 还被儿子撞破她与男人偷情 后来尹慧娟就时常无缘由地暴走引建国 最终在去年死于癌症 这刚好符合针对坏女人的惩罚 不过那个惩罚有四种 还有最后一个贪婪对应的砍手 难不成凶手的杀戮计划还没有结束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只是李木槿突然想到 他曾去花店找过老温 老温当时说过 他知道所有和张莲莲好过的男人住在哪 众人立马赶到了老温的花店 谁知打开门镜发现 老温已安详地躺在了店里 不过警方在店里找到了一些地址 他们想着能有什么发现 就顺着地址一一进行了核查 结果却全都铺了个空 但他们在最后一间屋子 发现墙上画着密密麻麻的图案 那些图案分别对应着四种惩罚 就在大家分析图案时 一个黑影突然闪过 众人立即追了出去 却还是晚了一步没追上 警局内众人分析出 引荐国每七天就会动手 可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他会不会提前作案呢 有了这个想法后 警方立即在各个舞厅提前布控了警力 以确保民众的安全 然而这时 警方竟再次收到了一份快递 快递里的双头鸟 调了一张照片 而照片上不是别人 正是雷队的妻子小娟 两人当时离婚时 小娟要走了房子票子和孩子 雷队则是净身出户 这在引荐国看来 应该就是贪婪的表现 雷队看到照片中的妻子 立马开车冲回了家 可到家才发现 家里正剩下年幼的儿子 小娟早已没了踪迹 引荐国会把她带到哪呢 就在这时 女警看着双头鸟隐约觉得熟悉 她看了一眼画着鸽子的瓶盖后 瞬间响起 前两天她带皮皮去动物园时 曾见过这种鸟 李木星随即打电话通知了雷队 之后 她也马不停蹄地赶往动物园 另一边 小娟已被引荐国 供骗去了动物园 下一秒 她就被绑在了浴缸里 引荐国拿着裙子 开心地跳起了后 紧接着 公公整整的叠好裙子 摆放在了浴缸隔壁的手术刀旁 就在引荐国打算动手时 却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引荐国立马关灯跑了 李木星顺利将小娟解救出来后 打算开车离开 但外面顿时大雾弥漫 可是距离连半米都不到 突然 车子撞上了一个男人 李木星小心翼翼地下车查看 却被装晕的引荐国 机晕倒在地上 此时引荐国的眼中只有小娟 她不允许这种贪婪的女人 还活在世上 就在这危机时刻 雷队突然出现 并一枪打中了引荐国的腿 小娟这才得救 警方随即逮捕了引荐国 原来引荐国是个兽医 所以才会熟练地使用小刀 平时她是个救治动物的善良医生 但内心却阴暗肮脏 就像双头鸟的暗室一样 引荐国具有双重人格 她的童年是悲惨的 见证了父亲被母亲逼死 而且母亲浪荡成性 甚至年幼的她 还要遭受母亲的毒打 这一切都是激发她杀人的原因 智子案件告破 本案中那些品性败坏的女人 如果能更加恪守护导 也许就不会有这种悲惨的命运 但是哪怕她们不道德 引荐国也不应该 私自决定她们的生死 等待着引荐国的 将会是法律最严格的审判 深夜60岁大妈 拉着她的财富回家 突然看到很多饮料瓶 瞬间双眼散发出异样的光芒 突然大妈听到一声异响 便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下一秒 大妈被吓得目瞪口呆 之后便被黑衣人用刀割破喉咙 并且在大妈倒地之后 连筒竖刀 此日警察罗队接到报警 在饭店后面的胡同里 发现一具尸体 经过现场勘查 死者是30年前 印刷厂的职工礼方 下岗之后 就在父亲收破烂 死因是警部多处刺伤 动脉破裂 导致的湿血过多 从血迹的喷溅方向看 应该是凶手在李方倒下后 又补了几刀 并且确保李方 没有生命体征后才走的 之后罗队又发现 案发现场的饮料瓶 和附近垃圾站的饮料瓶 是一样的 但是垃圾站的这些饮料瓶 却没有包装 于是让警员小索 将这些瓶子带回警队 并且还从服务员口中得知 李方为人心地善良 经常在附近喂养流浪猫狗 凶手是魔鬼吗 竟然对这么善良的老人下手 之后将尸体带回到警队 经过法医小小确认 李方颈部有八处刀伤 其中两处刺众动脉 造成失血过多 由于李方伤口没有特别之处 目前只能确定是锋利的刀具 暂时无法锁定凶器类型 针对那些被带回来的饮料瓶 经过调查发现 案发现场的那些饮料瓶 都是来自同一批次 并且还是同一项饮料 而垃圾厂那些没有包装的饮料瓶 则是附近饭店 要求把包装撕下来的 由此说明 同一项饮料瓶不是饭店扔的 而是凶手扔的 凶手故意用这些瓶子 引李方到现场 从而将其杀害 如果真如猜测的这样 说明凶手是一个平日里有计划 且心思非常细腻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为什么要杀害 一个拾荒的老人呢 之后罗队决定 从李方的人际关系插进 要了解李方的情况 自然要找剧委会大妈询问 据剧委会大妈透露 李方的儿子李衡 去年得了癌症 之后儿媳妇跟人跑了 留下一个几岁的孙子 以至李方白天要照顾孙子 晚上还要捡垃圾换钱 由于李方家因拆迁 刚搬来不久 所以剧委会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当罗队到了李方家里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线索 只发现一个李衡的电话 于是决定去医院 找李衡了解情况 但是罗队还没到医院 就接着通知 公园的草坪里又发生一起命案 罗队到达现场 据法医小小透露 死者林大腹部被捅了12刀 伤口大小和李方的伤口一致 可以确定是同一把凶器造成的 而死者旁边的一些痕迹 说明死者应该是在路边被捅伤的 之后向草丛爬行 最终因为失血过多二次 并且法医在旁边的一盏破灯上 也发现了一些血迹 但是死者身上除了刀伤 并没有其他伤口 因此灯上的血迹 只能提取出来 带回警队检测 之后罗队回到警队 对林大的前妻进行询问 得知林大生前没有和任何人结过仇 并且脾气很好 以至于经常被别人欺负 那么排除仇杀的可能 凶手杀林大的动机又会是什么呢 之后法医小小向罗队汇报 警官登上残留的血迹经过检测 确认不是死者林大的 有可能是凶手在打斗过程中 不小心碰到灯被划伤的 根据血液的残留情况判断 这个伤口应该还不小 面对这个有用的线索 罗队让小索联系各区派出所 检查这两天 有没有医院收治一个被玻璃划伤的人 之后小索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在第四医院 有个医闹患者叫高旭 符合警队要找的人的特征 而这个高旭之前有过犯罪记录 又刚从监狱被放出来 并且警官登上的血迹经过查验 也证实就是高旭的 于是罗队将高旭锁定为嫌疑人 先抓不过来进行审问 但是当罗队赶到高旭的住所 已经死了 此因是警部大血管遭锐气切割 从而造成大出血 而后来经过调查 李方死的那个晚上 高旭和几个朋友在通宵打麻将 有不在场证明 说明凶手并不是高旭 由于三杰案子的被害人 都曾是一个小区的住户 所以三杰案件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 大家都说是开发商收买人命 但是开发商完全没理由这么做 因为当初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 和原住户没有任何仇恨 并且开发商的房子又卖得很好 所以开发商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 警局局长要求罗队 在保证其他住户的生命安全的同时 一周必须破案 之后罗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三杰案子 经过讨论得出总结 三位死者的人际关系都比较简单 同时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和人员 经过调查也没有任何一样 虽然都遗失了手机 但是李方的却是个老年纪 只能打电话发信息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拿走死者手机呢 就在这时 警队再次接到报警电话 在万元水库发现一具女士 法医小小根据死者生前错过美甲 并且在尸指处有错刀磨出的剪 推断死者很可能是美甲店从业人员 警员小所通过派出所确认 的确有一位叫京京的美甲店主失踪 而报失踪的是京京的邻居 因为京京家的狗在家里叫了三天 敲门也没人开 邻居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报警了 随后警方将京京的尸体带回警局 经过验尸发现 京京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也就是说和之前的三起案件不一样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同一凶手作为 这位罗队让女警陈婉去到京京家 将小狗先领到警局 陈婉在电梯里遇到了京京的邻居小娜 据小娜透露 京京之前从来不养狗 现在之所以养狗 是因为京京的男朋友家的狗生了小狗 临时寄放在京京家的 对于京京的男朋友小娜曾见过 但是她捂得非常严实 也就是她的这种行为 让小娜怀疑京京和男朋友的关系见不得光 而小佐通过调查发现 京京生前经常和一个陌生号码联系 而这个号码的持有人 是一个名叫刘骏的知名主持人 陈婉作为刘骏的粉丝 在刘骏的微博上发现 他曾经发过一条关于小狗的微博 和京京的这只雪拿瑞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刘骏和前三位死者曾是同一小区的 于是罗队决定找刘骏了解情况 当罗队到达刘骏家 却发现他并不在家 但是有一个狗仔一直跟随刘骏 而这个狗仔为了挖八卦 已经跟了刘骏一年多 或许狗仔那里有警方想要的线索 于是陈婉来到狗仔的住处 却发现了一些 刘骏与京京约会的照片 随手便把狗仔蹲的瓜带走了 但是刘骏去哪里了呢 就在罗队他们以为刘骏已经逃跑时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刘骏的车 与别人的车发生了寡蹭 现在车已经被扣了 之后刘骏被请到审讯室 面对京京与他亲密的照片时 刘骏表示 京京是他的女朋友 之所以对公众隐瞒这个消息 是为了打造深爱王妻的痴情形象 并且只有维持单身 他才能吸引更多女粉丝 而在不久前 他与京京曾大吵一架 原因是京京主动联系狗仔 想要曝光他们的关系 而他作为公众形象 透过绯闻八卦公开恋情 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并且这段时间 他正在推广新书 并不适合公开恋情 但是京京却指责他 卖痴情人设上演 还指出他的老婆已经死了 凭什么要给一个死人让路 面对这些说辞 他一怒之下打了京京 之后京京就生气的走了 而他在那之后 也给京京打过电话 但是都没有联系上 京京养的狗也是他送的 突然陈俊有些好奇 为什么会问有关京京的事 当得知京京已经死了 陈俊十分震惊 警方怀疑是他杀了京京 陈俊坚称自己没有杀京京 反而告诉警察 警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是不能做有罪推定的 没有直接证据 就不能给陈俊定罪 看来只能继续寻找线索 就在这时 罗队的朋友打了电话 这有线索提供 在罗队到达朋友高松的修理厂后 被高松告知 陈俊的经纪人 将陈俊的车送到他这里来文修 修着修着 他觉得不对劲 将汽车的尾气排桶拿给罗队看 这个尾气排桶已经烧得不像样了 说明汽车长时间带坐运转 致使排气不畅 有可能用尾气排桶来制造尾气中毒 下一秒 罗队便想到 晶晶就是一氧化碳中毒死的 或许晶晶的死就是陈俊造成的 之后高松又告诉罗队 陈俊的车拖过地 并且底盘护板都裂了 由此证明 这辆车去过郊区 当罗队把这些线索 都拿到陈俊面前 却被陈俊狡辩成都是巧合 这样一来 线索又断了 之后罗队几人在一起商讨案情 如果凶手真的是陈俊的话 那么陈俊的动机是什么呢 毕竟这种绯闻 远没有到身败名裂的地步 人隔几年便能东山再起 也不至于陈俊把命打上 陈俊是前三起案件的被保护对象 而现在却成了第四个案件的嫌疑人 但是晶晶和他们都不曾住一个小区 钻手法也不一样 显然串联不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警员破解了晶晶的电脑 发现里面有两张照片 是陈俊与晶晶在2010年 在世博会拍的 但是据陈俊交代 他与晶晶是两年前才认识的 而陈俊的老婆 是2013年抑郁症跳楼自杀的 难道陈俊妻子的死 是他们两人所为 之后他们又因为此事发生冲突 于是陈俊杀害了晶晶 但是对于这个猜测 只有找到关键性证据才能成立 之后罗队经过对老街坊的调查 发现陈俊妻子当初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而是次日林大口传 邻居们才知道陈俊妻子死了 而林大之所以知道 大概率是因为林大看到了案发经过 根据当时他们住在小区的位置来看 李方 林大 高旭 都住在陈俊家的对面 由此看来 罗队怀疑陈俊和前三件案件也有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陈俊的妻子不是自杀 是被陈俊推下去的 那么李方 林大 高旭的死 很有可能是陈俊为了灭口所为 而陈俊之所以当年没有动手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当年没有人威胁他 直到最近这个人出手了 那么威胁陈俊的这个人是谁呢 现在李方 林大 高旭已经死了 唯一知道当时情况的 或许只有李方的儿子李恒了 当罗队准备去找李恒了解情况时 李恒却不见了 据医院的护士透露 李恒把欠医院的20万医药费 一次性结清后就出院了 但李恒家里也没有找到人 最终通过撒网定位李恒的位置 这才在长途汽车站找到了李恒 将李恒带回警局后 他心里很清楚警方为什么找他 于是坦然地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据他所说 这张银行卡是母亲李方留给自己的 但是这笔钱从何而来 他也不得而知 就在此时罗队无意间看到静静的那只雪拿瑞 而且还在雪拿瑞的项圈上 找到了一张储存卡 里面竟然是陈俊的妻子 在对陈俊无理取闹后 陈俊一把将妻子推出走廊 而陈俊的妻子在抓住护兰向着求救时 陈俊却冷眼旁观 直至妻子叫下高楼坠亡 陈俊看了视频里的内容 主动承认了是他杀了自己的妻子 并且最近发生的极起命案 也都是他所为 当时他将妻子推下楼的瞬间 不小被对面的李方林大高旭看到了 而且李方还误意将案发全过程录了下来 事后几人竟找了自己 还威胁自己给他们钱财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 于是想出了一个缜密的计划 在李方经常出没的地方 放置了许多饮料瓶 趁李方不注意时 一刀筒向李方的脖颈处 由于第一次作案有些惊慌 所以扎了很多刀 之后在林大回家的路上埋伏 不料出了一点差距 高旭之前可能和林大有过节 突然冲出来 把林大打了一顿 如果陈骏当时没有迟疑一下 可能会把林大和高旭同时解决掉 在高旭走后 便上去朝着林大的肚子捅了十几刀 之后他又找到了高旭家 先将室外的电闸拉下 随后趁高旭出门拉电闸时 偷偷溜进高旭家躲起来 当高旭返回家中后 他被一刀割断高旭的脖颈 将三人解决掉之后 他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晶晶不知何时得知了此事 还早就偷偷找到了李方 买下了他当时无意间录制的视频 而后晶晶竟拿着视频威胁自己 称如果自己不与他结婚 第二天所有人便会知道 他的妻子是如何死的 原本他也很爱晶晶的 没想到晶晶竟然自私到只考虑自己 最终他对晶晶起了杀机 又想到已经杀了那么多人 也不差再杀一个 于是他骗了晶晶 即使自己身败名裂 也会和他结婚 只要能给晶晶幸福 当晚约晶晶出去后 便给晶晶灌了很多酒 很快晶晶就醉了 于是他将晶晶抱紧车里 用汽车尾气把他杀死 至于尸体 他趁天海没亮便扔进了水库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本以为没人知道 他与晶晶的关系 没想到天网灰灰 说而不漏 最终陈俊还是为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如果在陈俊妻子坠楼的那个 李方等人就选择报警的话 或许他们的结果都会有所改变 也不至于搭上自己的性命 而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 这个富家女 只因父亲少给100元零花钱 竟然与父亲大吵一架 还任性到翻墙离家出走 原本女孩只是想吓唬一下父亲 没成想十日后 竟在阑山发现了女孩的尸体 吴队接到报案 赶往阑山勘察 只见死者身穿一身皮衣 趴在山沟里 腰间露出一半的蝴蝶纹身 由于前一晚下雨 现场已经被破坏 但是吴队还是从路面的痕迹看出 死者应该是被汽车运到子弟 之后被拖行一段路 才抛在山沟的 并且从一身一剪的脱痕来看 死者的鞋子应该在半路掉了 可是在现场死者双脚都有穿鞋 说明凶手又让鞋子给女孩穿上了 之后警方将尸体带回警局 吴队决定先从失踪人口查起 从而确定死者身份 却被女警加加告知 最近的失踪人口和死者并不相符 但是就在前一天 警方接到一起绑架案 被绑的女孩和死者相符 报案的是女孩的父亲沈涛 据沈涛透露 女孩名叫露娜 大概一周前失去了联系 因为露娜之前 经常好几天不回家 所以没有太在意 在得知女孩被绑架后 由于害怕女孩被伤害 所以一直拖着没有报警 吴队了解情况后 便让沈涛前来认识 经过确认 死者正是露娜 之后吴队根据沈涛提供的信息 来到沈涛家附近 由于露娜是在晚上10点左右离家的 所以在10点这个时间段 在周边出现的人 更有可能见到露娜的行踪 吴队碰巧遇到一个 经常夜跑的男孩 在看到照片上的蝴蝶纹身后 确认见过露娜 俊男孩透露 露娜当晚沿着冰河大道 一直往前走 并且还是不行 也就是说 露娜的活动范围不会很大 但是经过走访 附近并没有人见过露娜 而且也没有人听到 有求救的声音 难道是绑匪 使用了致患麻醉类药物 优惑着绑匪与露娜认识 走访吴国 吴队回了警队 从家家调查露娜的家庭关系得知 露娜的母亲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家里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沈灵 案发时在国外旅游 而沈涛公司的员工 还有合作伙伴 和私者并没有什么接触 据沈涛的说法 露娜对沈涛的公司没有兴趣 就连公司也很少去 除此之外 露娜还有一个男朋友 名叫刘哲 暂时在酒吧做助唱 吴队决定去找刘哲 询问一下情况 当吴队找到刘哲时 刘哲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吴队见状 立刻追了过去 一直追到天台 致使刘哲无路可逃 这才被吴队带回了警局 经过审问得知 刘哲和露娜已经分手一个多月 并且在露娜失踪的那个晚上 刘哲正与一个有钱的小姐姐私会 后来就被人家老公发现了 于是在临走时 想捞点好处 就偷了人家一盒珠宝 而那家人觉得这是件丑事 也就没有报警 只是派人每天四处寻找她 经过核实 证明刘哲确实有不在场证明 但是露娜身边能出现这样的人 说明露娜身边的关系 也没有警方想得那么简单 因此吴队决定 对露娜身边的人再次深入调查一下 之后吴队再次查看 沈涛的报案笔录 绑匪和沈涛联系用的是游戏平台 沈涛收到的第一份邮件 是月后集坟 绑匪让沈涛登陆游戏 所以我把勒索信息 伪装成装备交易帖 之后便一直在游戏中联系 经过技术和分析 绑匪用来和被害人家属联系的邮箱 以及游戏账号 使用的都是代理服务器 并没有查出什么 但是这在吴队看来 却是一个有用的线索 既然绑匪做的连技术科的人 都查不出来源 说明绑匪的电脑技术 一定十分高明 并且绑匪明明可以发邮件 却偏偏选择游戏平台 说明绑匪对自己非常自信 在生活中这样的人 可能担任技术性和创意性的工作 于是吴队让佳佳调查 最近一年与沈涛合作过的公司 发现有几个项目 因为沈涛这边的原因 最终都没有合作成 而这里边就有一家 和计算机相关的公司 公司的法人名叫韩宇 经过调查 韩宇创业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 而沈涛是韩宇公司 一个游戏的投资人 但是游戏做到一半 沈涛以不看好 这个游戏的市场为由 就撤资了 但是前期开发游戏的钱 一直是韩宇公司垫付的 沈涛的撤资 也就让韩宇血本无归了 这时 吴队突然想到 多年前自己出现场 有一个叫韩伟的人 坠楼身亡 他的儿子就叫韩宇 于是吴队再次来到 韩伟坠楼的居民楼调查 从邻居口中得知 韩宇自从父亲去世后 他和母亲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后来就不经常回家了 并且在两年前 韩宇把母亲李梅 送去了养老院 之后吴队打电话 吩咐加加 调查一下市里的养老院 查看哪家有李梅 登记的信息 之后吴队根据调查到的信息 来到李梅所在的养老院 据管理人员透露 李梅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生活无法自理 并且无法和陌生人交流 至于韩宇 可能是因为比较忙 一个月只会过来一两次 就在两天前 曾来看过李梅 而且还把明年 一年的费用预交了 之后吴队在查看登记部时 看到一个陌生名字 也来看过李梅 而这个人自称是李梅的亲属 但是护工却从来没有见过 于是吴队要求查看养老院的监控 在监控室里 吴队让佳佳将那个陌生人拍下来 发给图真比对一下 之后又去到韩宇的游戏公司 但韩宇并不在公司 并且已经三天没有来过公司 就在这时 佳佳收到图真的消息 监控里的人叫潘卢 之前因为打架 曾在监狱蹲过两年 看到消息后 吴队便让佳佳先回队里 调查潘卢 自己则在韩宇的办公室继续查探 结果在韩宇的办公桌上 发现一个素描本被撕掉了一页 而下一页 隐约可以看到一点痕迹 吴队本着不放过任何可疑点的原则 便将素描本带回警局研究 之后吴队找到佳佳 询问调查情况 据佳佳调查发现 潘龙开了一家半家公司 虽然他们对顾客不怎么上心 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合法的 奇怪的是 店员曾透露 今日顾客已经排满了 但是守了一下午的佳佳 却不曾见他们出议会车 吴队猜测 潘龙之前就是混社会的 现在不论他干的是不是正经营生 潘龙肯定有他自己的路子 而韩宇和这样的人认识 说明韩宇的路子也不简单 从之前推断的韩宇和沈涛有过节 而韩宇又符合警方推断的绑匪特征 之后他给养老院交了一年的费用 可以看出他是要出远门 综合这些 韩宇确实很可疑 另一边 警局还原了素描本上的痕迹 将内容发给了吴队 之后吴队找到自己的一个朋友 了解到兴隆搬家公司 实际上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 并且他们的窝随时在变 很难找到 于是吴队来到兴隆搬家公司 经过盘问 最终找到潘龙的老窝 潘龙在吴队的逼问下 说出韩宇曾在他这里借过钱 原来韩宇为了做一款游戏 将老宅抵押给潘龙 借了一笔钱 本来前景挺好的 投资方却突然撤资 闹得韩宇血本无贵 但是就在前两天 韩宇却把钱全部还了 针对目前掌握的线索 有必要对韩宇家进行搜查 于是吴队找到局长 申请了搜查令 经过对韩宇家搜查 发现在下水道里 有女生的毛发 并且衣服的叠法很奇怪 之后回到警局 吴队要求大家叠衣服 却没有一个人 能叠出他要的形状 在家家了解 吴队这样做的目的后 开始尝试 还原照片里的衣服叠法 当家家将衣服叠法还原后 发现这种衣服叠法复杂 一般男人是不会这样费事的叠衣服 就在这时 检验科证实 在韩宇家搜集的毛发属于露娜 吴队猜测 露娜可能在韩宇家住 并且还给韩宇叠了衣服 或许韩宇没有限制露娜的自由 并且他们相处的关系还不错 但是为什么呢 家家推测 他们之间可能产生了感情 而吴队曾经推测 露娜的鞋子是掉下来之后 被人重新穿上去的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感情 所以绑匪即使是杀了人 或者是被逼无奈抛视荒野 心里面还有一丝测验 不忍心看受害者不体面地离开 或许警方可以再查查 韩宇与露娜之间的关系 于是吴队再次找到沈涛 据沈涛了解 露娜确实不认识韩宇 并给吴队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绑匪第二次打来的电话中 有轮船汽笛的声音 也就是说 绑匪曾去过 有轮船汽笛声的地方 之后他很快回城 按照和沈涛约定的时间 来到了环岛 绑匪应该会选择一个 视线没有障碍 可以看到沈涛整个行动的制高点 从而确保没有警察跟租 赶快吴队锁定一家酒店 而酒店一侧的房间 正好能观察到广场的全貌 是个很理想的位置 并且沈涛在笔录里曾提到 绑匪让他开着车 在环岛转了好几圈 应该就是在观察 但是突然取消交易 又是为什么呢 而绑匪可以快速到达一个地方 他又是如何行动的呢 之后经过调查 全城所有的租车公司 并没有韩宇和露娜的租赁记录 也没有人对他俩有一点印象 并且在交通局查了车辆信息 还有监控 根本查不到韩宇的行踪 到这里线索就全断了 没想到吴队却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套牌车中找线索 最终确认了 韩宇租的确实是套牌车 并且警方已经锁定了 几个偷卖走私车的团伙 韩宇可能和其中一些人有接触 吴队决定 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 最终在监控中 找到了韩宇租用套牌车以后的行踪 而韩宇乘坐的套牌车 9点30分 出现在煤城高速 11点半 在一个有汽笛声的地方 给沈涛打了电话 时间线上是合理的 之后吴队在报废车厂 找到了韩宇的那辆套牌车 车轮上的土质 很像是蓝山的土质 便让家家通知技术科 前来检查一下 就在这时 吴队被法医告知 之前在韩宇家里搜查的物证 经过检验 屋子里面采集的指纹 都属于韩宇一个人的 而韩宇歇底的泥土 其中确实含有 一次蓝山泥土的成分 但是有这样土质的地方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确认 韩宇就去过蓝山 而在韩宇家找到了毛发 与死者露娜DNA吻合 但是在现场 并没有发现露娜的指纹 略无对疑惑的是 当时他曾去过韩宇家 屋里非常的干净 就像被清理过一样 为什么会偏偏遗漏几根头发呢 难道是嫌疑人 没有想到这些毛发 会遗漏在现场 无对觉得这一切太顺了 反而认为 这里面一定有 不被人察觉的反常 而真相 往往就藏在这样的反常里 或许抓到韩宇 就可以问个清楚了 并且还有一点不能忽视 这是一起绑架杀人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韩宇 绑架露娜的直接证据 之后无对向局长 汇报案件进展 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韩宇 韩宇也就成了这桩案件的首要嫌疑人 而在韩宇家里发现的露娜的头发 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 韩宇杀露娜的直接证据 便不能认定 韩宇就是杀人凶手 目前的主要任务 就是找到韩宇 将这个案子再撕开一个口子 警方找到一辆车 而这辆车的通行时间 与行动线 和警方推测着韩宇的作案时间 高度吻合 目前正在等技术科的检测报告 据了解 韩宇在郊区有一套老房子 或许那里会是韩宇 另外一个藏身地点 汇报完案情进展 吴队便去到老宅 在老宅里找到一个矿泉水瓶 在瓶口上发现一个印子 很像是个纯膏印 吴队猜测 或许事情不像他们想着那样 当瓶子的检验报告出来 就知道了 并且通知警队 全力追捕韩宇 之后吴队被技术科告知 他找到的那辆车 明显被清理过 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与此同时 正是不是露娜的 并且在尸体上还有新的发现 希望吴队可以到局里见面说 听到消息的吴队认为 韩宇的老宅已经很久没人去过了 而这个女人去到老宅 不可能和案子毫无关系 假假猜测 虽然露娜不认识韩宇 或许是这个女人认识韩宇 而这个女人又认识露娜 于是和韩宇在一起绑架了露娜 但是据了解 在露娜的社会关系里 并没有这样的人 难道是这个女人和韩宇临时搭伙 突然吴队意识到 他们可能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之后吴队到法医那里被告知 露娜的致死原因 并不是脑后的顿气急伤 而是因为吸毒过量 法医做了血剪 发现血液当中毒品的浓度很高 这说明他刚刚吸食完毒品就死去了 所以毒品才没有代谢出去 并且露娜的尸体曾经被冷藏过 从而干扰了法医对他死亡时间的判断 这一发现 让吴队意识到 他们可能一直都错了 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起蓄意谋杀 看来只有抓到韩宇才能真相大白 在警方的权力排查下 最终吴队在码头上将韩宇逮捕 与此同时 佳佳找到沈灵 说是来送露娜的遗物 实际上是为了试探沈灵 无意透露出 杀害露娜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并称无论是谁 少说都要判20年 沈灵听后停队了一下 所有佳佳在沙发上 看到叠起来的衣服 这和韩宇家发现的衣服叠法是一样的 看来这个沈灵也有问题 之后便回警局了 在审讯室里 吴队推测 韩宇是在沈灶撤资后 走投无路对沈灶怀恨在心 最终绑架了沈灶的女儿 面对吴队的审问 韩宇拒不承认 并且称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警方没有直接证据 便无法定韩宇的罪 就在这时 沈灵到警局自首 因为他和韩宇动了真感情 不愿让韩宇替自己承担罪责 原来沈灵和露娜 虽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但是他们从小关系就比较亲密 后来露娜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渐渐的他们关系变得疏远 那天沈灵回家后 发现露娜竟然在吸毒 沈灵想上前扶露娜起来 但是因为沈涛对沈灵的关爱多一些 露娜便认为 是沈灵抢走了属于她的一切 便对沈灵充满恨意 就连带沈灵去闻的那个蝴蝶纹身 都是一个诅咒 于是就在沈灵扶露娜起来时 露娜突然拿起旁边的针管扎沈灵 而沈灵为了自保 不小心将露娜推倒 露娜的头碰巧撞在了桌边上 瞬间失去了呼吸 没了性命 沈灵害怕极了 立刻给父亲打去电话 当沈灵回到家后 看着倒在地上的露娜 以及十分害怕的沈灵 都是自己的女儿 沈灵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办 两境过后 沈灵为了保护沈灵 决定让沈灵假扮露娜离开家 过两天她再去警局报案 就说露娜离家出走了 失踪了 之后沈灵假扮露娜 假装离家出走 而沈灵则在家中清理现场 没想到沈灵刚出家门 就遇到了韩宇 当沈灵打电话告诉沈灵后 沈灵让沈灵先稳住韩宇 经过思考后 沈灵让沈灵拉上韩宇 一起制造绑架案 之后沈灵就停了对韩宇的投资 走投无路的韩宇 同意了沈灵的意见 就在两人拿到赎金分仓后 沈灵去警局报警 得知露娜的死讯时 便开始调查 当韩宇得知真相后 出于对沈灵的案 韩宇选择独自一人承担 最终沈灵 沈灵 韩宇 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犯罪从来都不是游戏 法治社会 任何挑战法律 和公序良俗的行为 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警方接到市场商贩的报案 水产店老板陈富华 浑身扎满玻璃渣 死在血泊之中 法医尸检后确定 死者是被架子上的鱼缸 砸中头部而亡 死亡时间为凌晨两点 张队在勘察现场时 发现放置鱼缸的架子 很不结实 而且警方在现场和鱼缸上 也只提取到了死者的指纹 这样看来 死者很像是死于意外 奇怪的是 如果死者是在搬弄鱼缸时 被砸死的 那他受伤的部位 应该是正面才对 可死者当时是趴在地上的 这并不符合逻辑 此外 水产店每天人来人往 现场应该会留下 许多痕迹才对 可现场却干净的 没有一枚鞋 这点很不正常 就在这时 张队无意间碰到了 桌子上的空调摇控器 他随即打开空调 发现空调吹的 却是三十度的热风 这大夏天的 水产店为什么要吹热风呢 张队随手搬来一旁的椅子 踩上去后 仔细观察了放鱼缸的架子 这一看不当即 他果然发现了端倪 架子的外缘 残留着大片的水渍 张队推测 凶手应该是从背后 袭击了死者使其昏迷 紧接着将冰块 放在鱼缸底部 架工鱼缸 随后他打开空调 把温度调成最热 并设置了定时关机 凶手很聪明 在离开前 还抹出了痕迹 随着室内温度的升高 冰块慢慢融化 近视木架 最后鱼缸失去平衡掉落 恰好砸中了死者的后脑勺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警员立马调查了 案发时店里的用电情况 发现水产店 平时后半夜的用电量 为5度 而案发那天 却用了12度的电 多出来的这一倍电量 很可能是 多开了空调导致的 以上种种情况 不禁令张队怀疑 这应该是一起谋杀案 并且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陈富华是一名赌徒 好像还欠了不少赌债 也不知他的死 和欠债有关系没 不过很快 这一猜测就被否定了 张队在水产店的抽屉中 发现了几万块的现金 如果凶手是屠财的话 是不可能对这些钱 视而不见的 看来凶手并不是谋财害命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警方准备收队时 张队却在地上 散落的扑克牌中 发现了一张 画着眼睛的纸牌 上面写着 万恶有中 天降审判 回到警局后 警员立即在电脑上 查找卡片上的那句话 竟然在陈富华死亡的帖子下 发现了这句话的留言 留言的账号 叫做上帝之眼 警员翻找了所有的论坛 又在一年前 林运阳教授死亡的帖子下 发现了上帝之眼的留言 说起林运阳 张队可以说非常熟悉 因为林运阳是他的养父 一年前 林运阳在家 用钢笔写论文时 不幸中毒身亡 警方当时认为是熟人作案 因为林运阳 有用嘴疏通鼻管的习惯 而凶手恰好是把氢化物 放进了墨水里 这一年来 警方曾多次排查了 林运阳的社会关系 结果连一名可疑人员 都没发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把氢化物放在食物和水中 会更容易致人死亡啊 那凶手为何要拐弯墨角的 把氢化物放进墨水中呢 难不成凶手是为了 让大家注意到那只钢笔吗 结合上帝之眼这个账号 只在林运阳和陈复华的底子下 进行了回复 凶手应该是同一人 由于张队和林运阳的特殊关系 张队并不能插手林运阳的案子 可林运阳毕竟养了他25年 张队暗下决心 希望以陈复华的案子作为突破口 从而找出真凶 这时女警突然有了个想法 如果凶手杀害陈复华 是因为万恶有中天降审判 那凶手一定认为 陈复华先是做了恶 所以才会去惩罚他 可是陈复华究竟是做了什么恶呢 带着疑问 女警立即调查了陈复华 发现他曾因赌博 欠下了200万的赌债 可是他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把欠的赌债全部还清了 看来这水产行业可真是暴力啊 张队听后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里面应该有猫腻 女警立即命警员分头行动 一方面前往银行 调查陈复华近一年来的银行流水 另一方面 则是查看陈复华 这一年来的账目明信 警方在查看了陈复华的账本得知 陈复华收入的主要来源 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水产公司 名字叫横昌渔业 剩下的一小部分收入 无非是给一些小餐馆供个货而已 警员把陈复华这一年来 挣的钱加起来发现 他的收入称死也就不到八十万而已 那二百万的大窟窿 他是怎么赌上的呢 这笔钱的来路 很可能就是本案侦破的关键 就在这时 前往银行调查流水的警员回来了 女警仔细查看了流水账单 后发现 这一年来 每个月都有个名称为1314的账户 不定期的给陈复华会贯 他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收到个十来万块钱 这会不会就是他的饿呢 张队立即命警员调查那个名为1314的账户 当晚 警员就调查到了1314账户的户主 竟然是横昌渔业 而横昌渔业本身还是一身外债的 可是却毅然坚持每个月给陈复华转账 这也太奇怪了吧 张队突然回想起 他刚刚在养父林允阳家楼下吃海鲜时 发现店里海鲜的品质大不如从前 便气愤地找老板理论 老板一脸无辜地表示 他原美和陈复华合作得好好的 可是陈复华却在去年二月份 突然撂挑子不干了 作为商人来说 不费劲地多赚一单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会说不干就不干了 他很奇怪地就询问了原因 后来才知道 陈复华傍上了横昌渔业那样的大户 所以才看不上他这种小店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横昌渔业的老板王龙露 是养父以前的学生 巧合的是 养父也是在去年二月份遇害的 这点和陈复华攀上横昌渔业的时间一致 此时的张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认为陈复华在养父遇害的当晚 碰到了凶手并且认出了他 随后便以此要挟凶手 每月支付巨额的封口费 这样看来 横昌渔业的王龙露 很可能就是上帝之眼 张队决定找王龙露来警局唠嗑 隔天一大早 警员就把拘捕王龙露的材料准备好了 就在他们刚出警局大门 打算抓捕王龙露时 却听说今天早上 渔民在海滩 发现了王龙露的尸体 难不成他是畏罪自杀了吗 众人立即前往海滩 并封锁了案发现场 法医初步尸检决定 死者的遇害时间在15小时前 死因是中毒身亡 不过法医在案发现场 却并未找到装着有毒物质的包装 尸体旁散落着满地的啤酒瓶 法医在酒瓶上 只提取到了死者的指纹 这一点倒很像是自杀 最重要的是 法医在死者的钱包中 找到了上帝之眼的卡片 王龙露会是上帝之眼吗 这时 河堤上传来了王龙露 杨子王子恒的喊叫声 由于案发现场被封锁 警方便将他拦在了海滩外 警局内 法医施假后确定 死者是死于氢化物中毒 啤酒瓶内检测出了氢化物 可奇怪的是 法医在死者的衣服和手上 却并未检测出毒物 由此可见 死者应该并不是自杀 而且按理来说 大晚上能将死者 遇到海边喝大酒的人 应该是死者的熟人 那凶手会是谁呢 带着疑问 警方立即审讯了王子恒 面对警方的询问 王子恒称 他家的横昌雨夜之前还挺风光的 可是半年前 公司的资金链却突然中断 拖欠了不少供货商的货款 虽说他是公司的总经理 可是却徒有虚名 一直以来 都是养父掌管的公司的财政大权 至于公司账目上 不翼而非的那几百万 他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昨晚他一直在公司加班 从未离开过公司半步 这点公司的门位可以为他作证 直到早上 他接到警方的电话 才急忙来到案发现场 看着王子恒伤心的样子 警方问完话后 便让他先回家了 楼道里的王子恒 突然一个转身 张队 我在那年你抢了一把糖 张队听后微微一笑 从两人的谈话中不难看出 他们应该是从小就认识了 原来张队的养父林韵阳 和王子恒的养父王龙洛 早在25年前就认识了 他俩和两名同学 那时候正一起研发药物 当年做生意的张国臣 得知四人的这项研究后 认为这是商机 便把全部身价都投了进去 只不过药品的上市 还需要一系列繁杂的审批 那个过程少说也得十几年 张国臣的那点钱 可无法维持这么久 于是急功近利的张国臣 不顾林韵阳的反对 直接在儿子张队的身上 做起了实验 谨慎的林韵阳得知此事后 毫不犹豫地给药监局 写了一封举报信 有一天 他们五人在岩石大学的实验室 发生了争吵 不知是谁打翻了酒精灯 实验室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张国臣和那两名学生命丧火海 后来在大火中活下来的林韵阳 收养了张队 王龙龙则是收养了 其中一个死在火海中同学的儿子 也就是王子恒 截至到目前为止 和那场大火有关的五人 全都死了 这会是单纯的巧合吗 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张队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杨富家会不会有什么线索呢 为了不放过任何可能 张队带着女警 立即来到了杨富家 两人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 却是一无所获 张队看到客厅的书架时 有些难过 这里曾经可是他的噩梦啊 杨富是个没守成规的人 每次看完书都会再放回原处 他小时候时常把书的位置放错 位置可是没少被杨富教训 突然书架上一本摆错位置的书 引起了张队的注意 他拿着书翻看起来 竟然在书中 也发现了那张上帝之眼的卡片 张队顿时有了个猜测 如果凶手将上帝之眼的卡片 混在了陈富华店里的扑克牌中 是为了指出他的恶是烂赌的话 那杨富作为大学教授 会是什么恶呢 卡片是在岩石大学的书中找到的 25年前的火灾 也发生在岩石大学 杨富当时写信举报了张国臣 并且他的死跟一只钢笔有关 有此可见 他们五人的死 应该就和那场大火有关 由于这些案子 牵扯到林云阳 张队为了避嫌 之后让警员杨明硕 负责调查林云阳的案子 由于王隆隆的死 还需要王子恒签订一些文件 张队便带着女警 来到了恒长雨夜 文卫罗红热情地招呼了两人 并向两人指明了 王子恒办公室的位置 见到王子恒后 张队带来了一大桶糖果 这可真是大方啊 为了当年抢走了一泡糖 张队直接还来了一大桶 寒暄过后 张队拿出录音笔放在桌上 女警则是将立案通知书 递给王子恒签字 王子恒签完字后表示 杨富为人善良 从来不曾得罪过什么人 不过前段时间 他曾隐约听杨富提起过 好像总有供货商来找养父要钱 也不知道这些人 和他在警局看到 上帝之眼的卡片有关系没 听到这话 两人对王子恒瞬间起了疑心 因为上帝之眼这个名字 警方从未向外公布过 王子恒是如何得知的呢 为了尽快破案 张队再次返回了 王隆隆死亡的那个海滩 看着眼前的大海 张队心事重重地坐在沙滩上 突然他回想起 王子恒曾说过 案发当晚 王子恒一直都在公司加班 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 王子恒在海滩作案之后 应该没有换过衣服 警方看查现场时 王子恒是被拦在海滴上的 压根没碰到沙子 后来 警方就把他带回了警局问话 而王子恒当时穿的是西装 那种料子很容易沾上沙子 想到这儿 张队立即返回了警局 果然在会客室的椅子 及地板上 发现了大量的沙子 这足以证明 案发时 王子恒去过沙滩 得出这一结论后 警方立即决定逮捕王子恒 随着女警带着警员打算行动时 却发生了意外 王子恒持枪拒捕 被警方当场击毙 女警在枪战时 不幸被凶手开枪打中 当时现场一片混乱 警方目前还没找到开枪的人 就在警方认为 王子恒是上帝之眼 打算结案时 负责调查林云阳案的杨明硕 却突然找到张队 他在调查25年前的火灾案时 发现了一张照片 上面的五个人 就是当年一起研发药物的人 巧合的是 如今的五人已全部遇害 可是警方却忽略了拍照片的那个人 那人叫罗洪 是张国臣的秘书 当年发生火灾时 他也在现场 而且被烧成重伤 住进了医院 最后 警方根据林云阳和王隆隆的口供 将那场火灾定性为意外 结了案 张队也突然想起 水展店的冰块都很大 至少需要两个人 才能抬到那么高的架子上 看来上帝直眼 除了王子恒外 应该还有一个人 就在这时 王子恒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却是罗洪 罗洪称 明天是张国臣的忌日 他会在张国臣的墓碑前 向张队坦白一切 次日清晨 张队带着警员们 立即前往附近张国臣的墓地 张队独自走到墓碑前 悼念附近 没过一会儿 罗洪也一拳一拐地 朝着张队走来 不等张队询问 罗洪就坦言称 他和张国臣 曾是出生入死过的战友 退役后 张国臣看得家境贫寒 便好心带着自己做生意 两人很快就赚得盆满钵嘛 他为此十分感激张国臣 依次偶然的机会 张国臣得知 林韵阳四人的药物实验 便一股脑地要投钱参与其中 殊不知那竟是个无底洞 张国臣赚的钱 很快就会见底了 25年前 火灾发生的那天 他在实验室外目睹了整个过程 那根本就不是一场意外 当时醉酒的王龙路 在实验室和几人争吵时 故意打翻了酒精灯 火事瞬间蔓延 他也因此被严重烧伤 不仅如此 林韵阳和王龙路 为了保住两人的名声 竟然在火灾发生后 跟警方谎称那是一场意外 得知这个消息的他 顿时怒火中烧 他下定决心 要为恩人张国臣报仇 首先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林韵阳 当初要不是林韵阳 给妖间局写了举报信 他们五人也不会发生争吵 林韵阳的恶 就是那张乱说话的嘴 他了解林韵阳写字时 有用嘴疏通鼻管的习惯 于是他就把氢化物 放在了墨水中 紧接着就是王龙龙了 王龙龙的饿是酗酒 那场火灾 也是醉酒后的王龙龙引起的 因此他便指示王子恒 把氢化物 放在了王龙龙的啤酒瓶里 王子恒之所以愿意帮他 是因为王龙龙 压根就不喜欢王子恒 作为养子 王子恒活得其实特别卑微 不仅在家里 没有一丝的地位 就连在公司 也没有任何的实权 带着对王龙龙的恨 王子恒在动手时 办事一向谨慎着他 知道王龙龙死后 警方会询问王子恒 便提前在王子恒的办公室 放置了录音机 生怕王子恒冲动之下 说错话连累他 谁知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他在听录音回放的时候 发现王子恒 说出了上帝只眼的事情 当时他就意识到 警方应该已经怀疑王子恒了 他昨天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原本是要结束王子恒的生命 谁知却阴差阳错的 伤害到了女警 至此案件告破 虽说本文中的罗红有情有义 可是他过分的偏执 最终将自己推向着深渊 任何人遇到事情 都要遵循国家的法律 万万不能私自决定他人的生死 等待着罗红的 会是法律的严惩